3個中產檔 今天我們會談談投資話題 其實現在股量不穩定 大家一定是比較傾向關注藍醜 股市基本上我沒有穩定過 應該這樣說 股市看跌 我們想著避險又怕它反彈 通常都是選藍醜 有幾隻藍醜的表現都不錯 但偏偏我們會發覺 其中一隻大藍醜就是中電 竟然出現了這個刑警 而這隻向來都是避險的最佳工具 人們經常說你要避險你就要買公用股 現在就打破了公用股避險的神話 因為它就公佈了有這個刑警之後 我們現在錄音那一刻 起碼立即跌了5% 4個多 而隨時可以再跌下去 首先當然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 我們現在這一刻的情況是怎樣 但我們可以分析 其實這件事好像不是我們這幾天才發生的 一早已經知道了 我想說的是其中一個角度 就是它是星期四出過通告 是說在我面前 所以擺好電腦的面前 就說有關商譽減值引起的盈利警告 那樣就出了這個消息之後 那個視野已經停了 然後又有一堆訪問一些財經評論員 然後我看了不同的報紙 也有很多評論 以為它發電怎麼會發營警 那麼多年來記憶當中 中電都未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首先這樣說 對於這種說法 就是發電當然會發營警 很愛過很多發電公司 都曾經發營警或是緝粒 中電發營警 大家不習慣這件事 還有一部份的人又不清楚 究竟是商譽減值是什麼 那商譽減值的話 那為什麼跟它的盈利有關係呢 很多這樣的討論 我覺得是比較值得討論的就是 出了報告那一刻 打電話問一堆財經評論員 有一部份不可以說全部 就好像晴天霹靂那樣 哇避險的公眾股 都會發營警 那就是同我一堆見識 然後就說 然後就猜它會跌多少 因為它的報告大概說 有一點預測 未審核過的 但是它的減值可能是 涉及60億至70億港元 然後計算一些數目 大概有些最悲觀的 就說可能要跌成跌到60元 那我記得當時 一來我都開始留意一下公用股 因為我覺得 林本尼這段很紅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一直都說公用股 於是乎很多人覺得 它是神 說公用股也可以做神 是呀 現在很多的就是退休 因為當時它不停吹捧港燈 港燈那時候是在它說完之後升得很厲害 是的 所以是水準的 因為市場真的有班退休人士 或者接近退休的人 真的想用一些穩定一些的消息股 而實際上真的升得很厲害 就是領展、港燈、港燈 被人說中了 是的 它又是為民請命的 說這些邪惡的邪惡 例如說領展邪惡 於是乎我們對沖 你自己買股的對沖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錯的 的一個財演的一個模式來的 就是專門去研究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奇怪的是 為什麼有一堆 我叫不去問它 可能找不到它 就問了很多 平時它不是特別有留意 公用股 包括中電的人出來說 它就說得很悲觀 於是乎其實都不是很難的 我都是嘗試做數 事後恐懶 因為它星期四問它 就猜星期五會跌多少 有些說如果真的恐慌性拋售 跌到百元也不奇怪 首先我做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我先看它的通告說什麼 那它通告第一段 就說了情況是怎樣 就說為什麼會是 就是究竟是 商業減值是什麼一回事 是因為澳洲的業務 出了什麼問題 接著是會預計 有機會影響到 頭過半年的盈利 這個大家在報紙有說的 但第二件有沒有說到的 我覺得是 就是對它們預測的市是 是會是為什麼錯得那麼緊 最終的五個市 都未必是錯 愚夢初勝得那麼緊 愚夢初勝 因為其實通告裡面 已經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 這個有可能 做這個 商業減值 其實已經預告了 我又覺得奇怪 因為它說的商業減值 是牽涉到政策問題 是的 政策不會突然爆出來 政策一早已經定立了 為什麼去到今時今日的人 才愚夢初勝 發覺為什麼這件事這麼大影響呢 政策在澳洲 大家不跟進澳洲的能源政策 是合理的 就是一般市民 是 但是你是財演來的 但是你是財演 又或者是 公用股的專家 就已經留意多一點 就算你不留意之前 像我一樣 你做事業孔明 看回它的報告 即是看通告出來說的話 它有解釋的 譬如說 在19年的季度簡報 是說1月至3月的情況 其實是只不過是5月7日公佈的 即是都不夠兩個月 其實已經說了 說是有一段 讀到最後 就說因為它是政策的問題 它說 這些措施一經落實 很可能會對零售業未來的貢獻 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5月初的時候 已經說了 是說政策有些事情 可能是等政府公佈的 如果公佈得出來之後 是說那個價格 即是他們的電價 是影響到他們 不可以收那麼貴電價的時候 那已經說了 是這件事會發生的 所以其實市場 你真的做基金那些 是一早知道這件事的 這個就很有趣了 因為財演就沒有辦法預測這件事 我們就想 現在的專業基金 尤其是有很多基金 都是買公用股的 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我簡單比較過 中電和電能 我就發覺 中電和電能 你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電能的表現 在早兩個月是比中電好 意思是大家都可能是升或者平穩 但是中電的平穩 就是沒有增長率 沒有電能那麼高 當然不能夠說 一定是關於這件事 但是你就會看到 原來當那些股評人 或者那些財演 仲餘在夢中的時候 基金已經開始做這些危險操作 我講一講好不好 我講一講為什麼不是 其實呢 你研究一些這樣的公司 是接近是一份全職工作 即是你研究匯豐 你研究什麼工作 中電那麼多地方有生意 現在不是我告訴你 澳洲有這件事 是 然後你再做這個研究 如果你要做一個合格的基金 你去看這隻股票的話 你就需要每天看澳洲的政策 或者看全世界的政策 然後看著它整個政治局勢 就好像我們在香港 那些股票有十個地方 是有一個業務的 你只要把那十個地方的經濟狀況 是全部看得很清楚 不准每天測一次 每天測一次 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絕對 不是一個人可以做到的 但是你一個人只能做這個 所以基本上一個財演 它只能看通告 或者只能看什麼 它不能夠做到那麼多事情 所以一個財演 我覺得有人問財演 是很無聊的一件事 這個股票行不行 然後它就按一按 聽一看 你問我 我一定做不到財演 因為問題就是 我只是炒自己炒的股票 我都未研究清楚 我還有時候 幫忙看什麼 這些股票 所有不買得那些 公用股 我不買得太大隻 和黃 那些人在香港和黃 都沒有說什麼 春 喂 人家是全地球生意的 你有研究給我看 你有匯豐 你研究給我看 恆生還好一點 你很local 有很多股票是全職工作來的 你電盟 就算不是全職工作 你一個人最多可以 研究兩三隻 這些股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挺好的案例 我認識了大師 我越來越喜歡他的說法 就是為什麼他覺得 炒小股 反而有些把握 炒大大隻的話 反而是 你哪個本事去 我們很感慨的地方 我們以前香港的傳統價值是什麼 就是要避險就買藍炒 你總之將錢放在大藍炒 你就不需要擔心你將來過世 不要說遠 近這幾月已經有兩隻爆了 一隻東亞 一隻中電 我們經常都覺得這些應該是保險的投資 我們以前經常說價值投資法 行生意是有價值就可以了 業務是穩陣就可以了 為什麼現在會完全消失了 甚至乎搞到周興大師原本的歪理變了正道 喂 我與其研究這麼多業務 不如只研究一個消息 消息肯定是真還是皆得一半機會 嘩 你不要說歪理 我的消息是正道 他們那些全部都是歪理 根本上完全不懂股票的 你跟他出去講 你跟他出去講 人家做的事情 人家那些真正投資大師做的事情 做了那些事情 你都不知道為什麼 還要拿這些歪理 你講一間公司有什麼滬城河 他講50年前的理論 什麼叫滬城河 滬城河就是以前那些 就是一些你去北京城的滬城河 但你發明了大炮之後 還哪就是滬城河 楊詩藍醜就是保護我們基礎投資組合的滬城河 現在這個滬城河又沒有用 因為人家會用飛機大炮空降成本 今時今日還有就是起城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一個投資 譬如你在Facebook那些 然後就不停第一輪投資 第二輪投資 第三輪融資 之後就不停融資 然後大家就虧本去做 以前你如果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你很慢被人摧毀 好嘛 那我覺得從市場夠會很好的 但是現在 高重量資度不算大 低還是低的對方 可能你三十年才去兩次 去徵城危機 你看我只是要去哪毛錢 你們的 就是摧毀的以上 所以我就要去覺得一些滬城河 Gone 但每個部分下創隊是居持樓 飛機大伯就攻爆了,所以現在所有人都很聰明 每個人都說,不如買對沖機,現在做來做去都是對沖機 每個人都去炒momentum,然後你還說過激投資,就是很愚蠢 我也有幫助香港的,做開買開公共股的投資者 給我一點點心得,大家分享一下 大師的事我不博他,他是世界股專家 不是世界股專家,是股票專家 其實我想主要是財演,我們剛才說的財演不懂的財演 是誤導了一般未必買股票的市民 其實真的買的可能比財演更厲害,其實不是難的,不要緊 你看通告,如果你真的買的話,你真的看他的報告 去年18年的報告,也都是解釋了情況是怎樣 是你真的不去跟著那些,然後無緣無故打咪 以為他是專家那些,才會說到這麼過份的 你說電力市場,是不是說這麼多不肯定的事情 現在多了的,但只不過不肯定的事情 就是可能他是受規管的,你要知道他政府是怎樣的 譬如香港,譬如中電那樣的,你知道他剛剛簽了再有十年的 利潤保證就是這麼多,即是降了少少的,你就加上那條數 澳洲那裡,他去年告訴你,是不是那麼明朗 因為現在很多越來越多這個所謂的再生能源的事情 就是多了一些政策的不定性的時候 你只要有留意,看不同的公共股,譬如電力 究竟是不同的國家,有什麼的話 你肯投資這些東西的話 那你結局就要讀很多書 大家就是希望一個人去投資,大家不用想的 然後就在賺的,然後你讀很多書 然後其實我研究中電,反而有一份政策 我第二份副業就是研究這支股票 然後那支股票還不行,那你就糟糕了 你現在不行的,我已經浪費了一筆薪功力 不是,你最慘的是,公共股股 我打算賺就賺5%,蝕最多就蝕5% 你現在不是,我賺就賺不夠5%,蝕就蝕,一分分鐘蝕10% 現在才叫做蝕就蝕嘛 你浪費了些時間,那時間值 因為我們研究股票,我們可能研究10隻才有一隻 然後研究一隻不行,你知不知道用這麼多時間 研究一隻股票,研究一隻不行 我賣了中電的問題,我用了很多時間去研究中電 然後中電不行,我拿錢出來沽了,那你就買什麼 那時候又要再用幾個月時間去研究一隻股票 那倒不如就是買世界股 但我還有,你先說一下 這個個案是反映為何能本來這些學者 或者是股評人 有他們的市場空間 如果我覺得比較理想 就是真的有些肯幫一般股民去做這個功課 我經常都說 你如果Pony今天還健在 那他就在一個古壇神壇下來了 因為當初他靠一隻股票已經打遍天下 他去那一刻,那隻股票還未PK 那就沒事 但我也有一個傳統智慧 這個世界,如果買公共用股 當然是無奸不傷 現在全香港,我個人見解 最奸的兩間公司是哪兩間? 一間令子,一間地鐵 你就看,全部都是股票,閉上去買就可以了 因為只有最賤的生意人 他才可以賺到最多的錢 所以不用研究 罵得自民,罵得越多的公司 所以到最後就是賭神 中警官是三個絕技 賭神就是股心理 到最後股心理就不用研究 到最後炒股票就是股心理 所以就是這樣 好,下次